断到苏华的比赛当中 韩国队的女将崔敏靖作为 他们的王牌两块奥运金牌得主 最终没有能够拿到这次女子1000米的比赛冠军 最后时刻对荷兰冠军做错了犯规的动作 逃过了裁判的判罚 最终拿了一块银牌 崔敏靖随后痛哭了三分钟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一点 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给出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 谢谢 有意思的是 当时中国对四冠王王蒙对崔敏靖的点评 在韩国这边随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韩国人对王蒙的言论非常愤怒 那么王蒙到底说了什么会让韩国人如此愤怒 我们再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 当时在舒尔廷撞现 而崔敏靖试图通过犯规来减缓舒尔廷 却没有能够成功之后 王蒙对此点评说这没什么 他应该接受 崔敏靖确实有技术 他的能力也很强 但他现在已经不具备在后面跟划 然后去超越水平的能力了 总体来讲呢 综合实力还是不如舒尔廷的 韩国队制定的战术也有问题 王蒙这样一段话 在韩国这边引发了宣任大波 韩国队方面认为王蒙是在羞辱崔敏靖 韩国人表示 王蒙是中国短道速滑的传奇人物 在2006年的都林冬奥会上拿到了500米的金牌 然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拿到500米1000米和3000米三块金牌 总计拿到了4块奥运金牌 但是他是一个不被韩国尊重的运动员 因为他在比赛当中做出过犯规的举动 而且他的傲慢和无知的态度 让韩国队反感 特别是还和韩国方面的评论员产生过冲突 韩国人还表示 这次王蒙在中国方面担任解说员 但在会合接力赛当中 当一位韩国队的选手摔倒之后 他甚至还公开说摔得好 用这样的方式来嘲讽韩国队 现在韩国网友提起王蒙的名字就觉得烦 笔者认为 韩国人这样的反应恰恰说明王蒙说了实话 我们也都知道王蒙是什么样的性格 往往就是说话说得太真才得罪人 看来这一次 韩国人被王蒙真的是戳到了痛处了